这只在台北省力博物馆展出的俗名叫做四角蛇的蜥蜴 是6月26号有几个工人在高城捉到的 它有五台尺长 本公司驻高城记者马基元跟陈敦超曾经在葡萄的当时 以这一段影迁做过报道 这只蜥蜴浑身是墨绿色戴黄色的斑点很好看 刚刚被捉到的时候还活蹦乱跳 可是被省力博物馆以两千块钱买来以后 关在鱼类养殖史鱼缸里面团成一团就毫无生气 加上看的人多空气很快 如果不加以改善恐怕这只大适应会受到伤害甚至于死掉